有一個父親知道自己的女兒被性侵之後 他的第一反應不是去報案 而是給了自己的女兒一巴掌 說你居然發生了這麼丟人的事情 這讓我們做兒童房性侵教育的這些志願者 聽起來真的都非常的揪心 2013年5月份 發生在海南萬寧的一起 校長帶著6名小學6年級的學生開房 也還有一個公務人員參加 媒體曝光就這樣 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 而更讓我們沒想到的是 接下來20天 一共曝光了8起性侵女童的案件 中國農業大學的一位教授做了一個課題 給世界衛生組織提交的一份報告中顯示 中國當前可能有2500萬 存在不同程度上性侵的兒童 比如說有的老師 常年累月地性侵幾十個孩子 還有一些比如說幾個月大的兒童 他在強保裡就被人給性侵 我覺得之所以有這麼多案件的發生 其實意識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總覺得所有的一切跟性侵相關的 都是孩子長大了自然就知道了 所以就是我們百名女記者來發起了女童保護公益項目 那我們做教案 我們去試講 我們去考核講師 我們給孩子來授課 我們也給家長授課 然後普及這種放心性的常識 背心是褲衩 然後男生是褲衩 覆蓋的地方就是屬於我們身體的隱私部位 也就是不能夠隨便給人看 也不能夠隨便給人摸的部位 除了這些覆蓋的地方以外 比如說小女生指的肚子 或者是女生覺得我的膝蓋大腿 不能隨便讓人碰的 或者別人碰了但覺得不舒服 都是可以反對和拒絕的 教案的推出是基礎 而且是最不簡單的 有很多領域的專家都給予我們提供建議 有的專家是一字一句的給我們修改 第一個版本的教案就修改了40多次 半年多的時間才成型 我叫丁霞 然後我在女紅的保護裡面 主要是做一名講師 我好像去的第一個學校就是去的河北 校長把那些學生從暑假裡面召集過來 然後一起來聽我的課 家長就趴在那個窗口上 然後就眼巴巴地看著你 想說你在講什麼 你會不會跟我孩子傳輸一些不好的東西 然後那些家長當時聽完以後 他們的反應都不錯 然後就開始拉走我的舌 說原來你是這麼跟孩子講的 其實我平時也想跟孩子講 但我不知道怎麼開口 在課堂上其實我們會講三種孩子們 比較常見的屬於心天害的範疇 我們會跟孩子做一個簡單的模擬示範 兩個很明顯的對比 一個是很禮貌地 傳達友好感情的這麼一個接觸 然後一個是稍微對他有所冒犯的 比如說使勁揉搓他的手 比如說上身搂他的肩膀 摸他的小屁股 使勁擁抱他 讓他感覺到不舒服不自然了 讓孩子知道這個行為就屬於性情害了 這個是很重要的 然後就有一個小孩就說 老師我昨天下課的時候 還被一個叔叔帶到小樹林 使勁抱我親我呢 然後孩子也流淚了 實際上男童也有很多被性情害的 而且更具有隱蔽性 我們所有的課程都是男生女生一起去上課 也可以消除他們這種對性的神秘感的意識 福建壽林的那個小女孩 被他的班主任性侵以後 然後懷孕30週才會被發現 包括他的父母都沒有關注到 可能我們不是單單地說 從這個孩子的角度去給他上課 包括我們要去從家長這邊入手 所以我們也出了這種家長版的教案 然後另外一個是去推動這件事情 讓這種女童保護防性侵的教育到各個學校裡 我們的講師的話現在有1800多人了 我們在全國各地27個省份有開課 覆蓋的人群是兒童超過了100萬人 但是相對於中國2億多的兒童來說 它又太少了 有一天就不需要女童保護存在 那才是我們的終極目標 我們自己所有的人都被忘記了 才是最好的